沒有柯文哲拿來臺灣民眾黨 我說一個比較快的 他是我們的新主牌 我告訴你他也算了我們就算了 我們還是一樣堅持捍衛無罪定論 但還沒有判罪之前 當然他是無罪的 不代表他取述 我們就一定要讓他一定要離開 這是不對的 可是他為什麼為了臺灣走到這個如今 還被人家說真 怎麼會輸 我覺得如果我是他 我不願意參與這個政治 但是他的那個意志力 跟一般人的你會 你會想不到說奇怪 他到底那麼堅強 為了誰 是為了這個社會希望的改變 我還是相信司法 然後目前 但是我不相信檢調 我還是那句話就是說 你不要記得 怕要記得 你要打倒柯文哲 你要有一個正當的理由 你到法官如果再繼續讓民進黨 繼續捕落臺灣就散了 你聽到沒有 就真的就選 就是為黨在做事的 我們還是要認清楚 全當挺一人 其實那個情緒是相當感動的 說實在的這一次 這個我們 蔣市長也算是理由 因為其實在 我們知道這個願檢是不能誠情抗議 這是要當場驅離的 不過我覺得 畢竟是社會重大事件 所以別人就這樣 情理法 對 情理法 我們台灣還是講情理法 這個 畢竟你知道亞洲的司法邏輯 跟歐美還是有一些差異 這個歐美可能真的正報警察開進去 但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這不是壞事 因為畢竟你也算守秩序 那有人來挑釁就四叉帽子來亂的 那整體來講 這個程序要正義 司法要公平 那這個有 三叉有發動一個連署 那這個連署 第一個先來請教一下樹哥說 當天那個現場的那個氛圍 你自己觀察怎麼樣 就是其實是讓小場蠻窩心的 其實為什麼 因為我們說實在你說有動員嗎 其實我們只是發了一個訊息 讓大家知道目前的情況之下 是這樣 剛好可能就是六日 六日我們有很多的 小少是沒有在上班的 他們剛好有感到 有來了解 其實我們的主張 一開始本來想 還沒有就是當場逮捕的情況之前 我們在緊急會議 那個時候有強調說 是否要來作於讓他們解散 其他的交給我們這些黨公子 來關心就好 本來一開始有提到這個 最後怎麼發現說 怎麼當場拒捕就上靠 我覺得那一趴 就整個讓這些小少們覺得說 莫名其妙 我們是自動答案說明的 為什麼搞到最後就好像被拒捕逮捕 我覺得這個讓我們無法接受 第一個你已經一直在重複的議題一直在問 說實在也沒有證據 沒有金流的部分 一直在放這個繳消息 讓一些民眾沒有辦法接受 這才是最重點的 當時可看見在這一次 有人說我們全黨挺一人 沒有 沒有柯文哲拿來台灣民眾黨 我說一個比較快的 他是我們的新主牌 他也算了我們就算了 不是 因為貪污對我們台灣民眾黨來說 是非常的一個重要的議題 青年是民眾黨的核心價值 對啊 你如果真的是發生這種事 我們還是要怎麼走下去 當然我們要捍衛清白 清白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無罪 像最近川哥在昨天說 你都不敢說你說沒罪 清白不叫無罪不然叫做什麼 這更加要了解的 你是胖我有罪 我又我清白的 跟有罪不罪 這是還有兩個定義 你聽說這個 我告訴你 還有一個在裡面 你在看的 伯西營也說他沒罪 就沒罪嗎 要捍衛清白才是重點 這一點要補充一下 所以我想 搭據在那邊也是給予 民進黨政府一些壓力 其實你不能受 我跟你說 你覺得他們有壓力嗎 不是跟我們笑 沒幾十 沒幾 沒超過一百的 這有什麼 這不好 你要記得 我們不去的人 不代表我們不支持 我們非常的關心 尤其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 是真的非常有理性的 他的理性程度 真的是讓大家想不到的 第一 他不會因為了 你說實在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貪污 我們沒有看到證據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只能相信跟信念 一直堅持到這個時間點 當然如果沒有早一點 我常常在說 你能夠用36倍的快轉 快點去辦 不要再在那裡放消息 我覺得這樣很難看 其實這個確實 對柯主席來說 因為降息 時節非常危機存亡之秋 如果說真的 董主席在那裡三個 民眾黨比較生日五年而已 你就像以前親民黨 你如果沒有宋主席 親民黨是不去哪裡 就算了 真的就算不算了 現在因為宋主席 年會那麼大 就沒在算了 你看親民黨再生日又生日了 所以這是一個暫時的時刻 所以今天黨中央來成立一個緊急應變小組 現在柯主席名義上還是請假 沒錯 他目前還是請假 他還是退出我們中央委員會的群組 他直接退出 沒有 他就請假 請假 對 他不要影響 所以他就不發言了 對 沒錯 還是直接就直接按離開 就離開 就直接退出 對 做得這麼徹底 沒錯 人家一般搶家是留在全組裡面 不要說話就好 沒有 他不想下指導局 對 因為他有 我經常在說 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一天先到來 這個黨不是因為了柯文哲而存在 是因為了台灣需要而存在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在我們五年 就會慢慢的栽培不一樣的人才出來 你打死柯文哲 還會有下一個柯文哲 對 那現在七人決策小組 剛好 蘇哥也在裡面 為什麼當初決定不要推主席 代理主席 另外就是說 現在運作的方法是怎麼樣 其實這個可能 因為每個人的 我們黨的黨章寫得很清楚 請假的主席並不需要 推派一個信任的一個 代理主席的問題 因為他是請假而已 還有他如果真的 人家外界說 如果有被收押 還是被判罪 當然如果是 如果站在我個人的立場 你是政治打壓的話 說實在我們為什麼要中你們的計呢 我們還是一樣堅持捍衛無罪定論 但還沒有判罪之前 當然他是無罪的 不代表他取述 我們就一定要讓他一定要離開 這是不對的 我們也會捍衛我們的立場 那現在七人決策小組怎麼運作 你們每天說每天開火 這邊這樣子 其實我們就收集一些吃消息 後來七百萬 後來八七萬 最近聽說又破千了 對 這個說一下 這些問題怎麼都奇怪 檢調外面的人都獨自報道都會知道 我才知道 他真的檢調不說 他怎麼可能說 說就有違法了 他就拿給你們看 我也沒說過 是你自己看得到的 我說這就是 偵查不公開的公開的不公開 對啦 沒有啦 那就是晉智性的東西 每天每天都在檢調裡面 說如果在那裡吃便當 把父母睡在那裡 那東西給你彈的 這樣讓你們看 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我覺得說這種的一個 現在媒體好像是在辦案 我覺得這個 應該都完全不對啦 我還是希望說 給一個公平的對待 我們到目前身為台灣國民 當然一定要相信司法 司法死了 台灣就沒了 這個比共產國家變加共產了 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這一次有個關鍵 來給蘇哥請教一下 說柯主席要請去偵查檢訊 他先去連政署 之前他要發言嘛 那他的這個質疑就是說 當然他沒有說出 司法迫害這四個字 但他的質疑是 你是不是對我用政治 用政治司法來迫害 這意思是到位 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翻譯也是 有一點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其實你這個民進黨 就是用 政府就是用司法來打壓我 用司法用政治性的手段來打壓我 但目前為止還沒有像當年阿扁 喊出司法破壞 那我想跟這個保持距離 這是好的啦 因為阿扁的方式 其實說實在 阿扁的生化就破滅了嘛 剛剛客人看著說 你還沒有了 你海角七億 結果是建國基金 這是在騙銷的 但當然別民是一直買賬啦 別民到將來也有1、2%的人嘛 但是我說我頭回來 這個決策是 柯主席發自內心的 還是說其實黨在開始 有做沙盤推演 比如說當初是因為 最好開賬務記者會 最好 白內賬記者會最終版的時候 是他要搶架嘛 當中有做沙盤推演說 再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沙盤推演其實是有的啦 他有強調 如果他被生壓 如果要生壓他不抗告 如果真的壓他不用再抗告了 不像這樣 這裡已經判無罪交保 等於是已經 已經都是無罪釋放了 現在還在抗告嘛 浪費我們社會的資源 他堅持不要 再來 不交保不抗告 這個是在事前 請假之前內部開會就確認了 他自己說的 OK他自己說的 如果是交保不管是幾萬塊 有可能我們自己小嫂會 會為他來籌錢 對來幫他交保 他是拒保 他個人是拒保 拒保拒絕抗告 對他在一開始就這樣說了 你如果要拐就給我拐下去了 對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 面對一個 因為捍衛清白了 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他一直說的 他是坦誕來面對這個社會 我真的有犯罪 你把我拔沒關係 但是沒有的 你不能把我圓弄 這圓弄下去 我們說這個 民國一定幾年了 不是以前說 用派用刑的 這種的 這也是能格的一個毀滅 對他來說是一個 是他要面對這個社會 我說的比較快的 他現在六十幾歲了 我說有三十年 我說的比較快 可是他為什麼為了這個台灣 走到這個如今 還被人家說真 那不會輸 我覺得說 如果我是他 我不願意參與這個政治 但是他的那個意志力 跟一般人的 你會 你會想不到說奇怪 他到底那麼堅強 為了誰 是為了這個社會 希望的改變 但是我覺得說 他記念念交付就不會 我們在那裡煩惱說 他如果這真的不會怎麼辦 因為這已經三天過了 因為一般人沒有辦法 這樣放冷地 但是他如果沒有出來的話 他再來的一些 要來面臨的官司 沒有辦法協調的話 他怎麼去做 要後面幹事 要來去打 這也是我們最煩惱的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 柯主席的決定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